如何能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12月30号 在中芯财经2021年会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云分会上 业内专家对此热议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广汉表示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的发展 重点应发挥湾区核心城市在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构筑一种创新型的协同体制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 大湾区新基建要高质量发展 体现在三星 即新交通 新科技 新口岸 三个星 我就是体现了大湾区里面的基础设施的应联通 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个应联通实现大湾区真正的互联互通和一小时的通勤圈 大湾区在历史上就有全球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贸易中心 服务中心 制造中心和创新中心等诸多枢纽优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指出 如何形成双循环的国家综合枢纽的布局 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小斌表示 在国家发展整个大局下 港澳两个特区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要进行深度的对接 比如像澳门就积极的和这个广东省要商量这个通关 那么香港和这个内地之间的通关呢 现在也在积极的推进 所以这个我想都是大家都意识到 就是在国家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大局下 两个特区和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之间 要进行一个深度的勾连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力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倪外指出 要重视对创新的测源地建设 我们更加要尝到这种创新的我们说内生性 那么这里面就突出尝到我们整个大湾区的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 大科学装置的建设 以及围绕着国家实验室这些建设的一种共建共享 来提升我们整个的基础的这种研发和关键技术的突破